欢迎您继续收听长篇惊悚悬疑小说《风水鬼诗》 作者 冷残河 演播 丸子 第98集 我急忙跑出门去 先就想到去隔壁村坊明飞玉湿的玻璃房里看看 按照文物局的安排 这个时间点工作人员早就下班了 房间里就留下泼脚和口吃看守 房间里装了报警器 一触动开关 下面指手的武警就会冲着 我偷偷溜进偌大的存尸房 心想老曾这丝不会半夜尿尿去了 出门关门还这么轻 做贼吗 存尸房里激起黑暗 只有中间玻璃房里有一盏昏黄的灯 我摸黑走到玻璃房附近 突然手上一紧 被人抓着拖到一边 吓得我差点尖叫起来 跟着就听到老曾小声说 别出声 这存尸房里有问题 老曾这句话 让我心里阴森森的 这栋老房子 常年停放古时 阴气特别重 这大半夜的被老曾这么一衬托 我心里就毛毛的很不舒服 我说 老曾 你别看我胆小 吓我 我还年轻 吓唤了你陪我 老曾低声道 难道 你没发现 寸石放的灯灭了吗 职业的破叫和口齿都不见了 按照规定 应该保证房间灯光 二十四小时东凉 这两人也要二十四小时不离缸的 可他们却消失了 老曾说到消失的时候 特别压低语气 我心里一沉 安详不好 难道明飞玉尸已经诈尸 破脚和口齿已经被他给弄死了 我和老曾急忙溜到玻璃房子边上 就看到明飞玉尸躺在透明金棺里 依旧保持着沉睡的模样 就算是出土了 他的容颜依旧没有任何变化 美艳的让人心动 我见玉尸没变化 这才放了心 心想整栋楼都封锁了 楼下全是鹤枪实弹的武警官兵 再加上老楼构造奇特 就算厉害如赵婷如这样的人 他插翅也难飞进来 所以破脚和口齿二位啊 应该是找没人角落 开小差去了 我们没必要一惊一乍的 我刚想和老曾回去继续睡个回龙觉 就看到破脚和口齿从黑暗中走来 两人一直走到玻璃房子边上 我看这两人脸色不对 好像是刚大吵了一架似的 破脚走到靠近明飞玉尸的玻璃这边 朝金棺里看了一眼 这脸上啊 顿时流露出猥亵的表情 口水都快滴出来了 口齿跑过去 对破脚说 老婆 你听我一句劝 你要真这么做 是违反单位规定的 领导知道了 可要处罚咱们 这事要闹大了 说不定咱俩公职都难保 你说是不是 破脚完全没听见口齿的话似的 望着明飞绝美的容颜 这哈喇叭流了一身 我心想 这破脚真猥琐 明飞玉尸的确是漂亮 也不至于让你缠成这样吧 人家可是死了几百年的老尸 这货口味可真够重的 破脚拿袖子擦了一把哈喇叭 就走到玻璃房大门处 拿手指打了指纹 玻璃门缓缓的打开了 这破脚跟吃了穿钥似的 飞速钻进玻璃房 口齿紧张的跟进去 想拖住它 却被它甩了个绝子 口齿一屁股坐地上 玻璃门缓缓的关上 我看得心跳加速 内心深处隐隐 知道后面可能发生什么 但又不敢确定 心想 脖脚身为一个名校毕业的高材生 不至于做出这种下作事 口齿爬下来的时候 脖脚已经爬在透明金棺上 像看恋人一样 痴痴地望着棺材里的 名飞玉尸 整个人都发起抖来 我暗想 这样可不行 得找机会阻止脖脚 这脖脚见了名飞真容 跟疯了一样 太吓人了 难道 他不会做出什么事来 口齿跑过去 抱住脖脚 就要拖他出去 脖脚死命地挣扎 两人扭成一团 我这才明白过来 这俩人吵架呀 多半就是为了这回事 按规定 如非必要 值班的脖脚和口齿 是不能进玻璃房间的 更别说近距离 接触名飞玉尸 佟教授跟省里文物局的领导 白天三令五声过这个问题 这才过了多久 两人就将规定抛住脑后了 两人扭打起来 拨脚把口齿按在金关上 一顿狠揍 两人打架呀 实在够无聊的 我看了几眼 也就懒得再看了 转而去看金关里的浴室 我一眼瞟过去 赫然看到 明飞刘南 闭上的双眼 突然睁开了 他朝口齿看了一眼 我吓得魂都要飞了 揉了揉眼睛 再去看 明飞的眼睛 又是闭上了 根本没睁开的迹象 我刚才看到的惊人一幕 竟然像是幻觉 我想啊 也许是精神太紧张 导致看走了眼 我又不放心的 把御师再看了一次 确定御师依旧没动静 这才放了心 我听到老曾 移了一声 不禁奇怪啊 敲声问他说 怎么 你又有心发现了 老曾说 你看口齿 他好像不对劲了 我定睛一看 就看到口齿 趴在金关上 口水直流 一双眼睛闪烁着荧光 我顿时就吓懵了 明飞御师 金关的透明光盖 缓缓移动 随着光盖的移改 明飞流难的真言 也更加真实的显露出来 跛脚和口齿 望着光彩照人的明飞 激动的浑身颤抖 面红耳赤 眼里流露出怪异的光彩 我和老曾都吓呆了 老曾低声道 不好 说着就冲出黑暗 去撞防弹玻璃门 我也跑过去撞 撞了两下 我浑身骨头 都快撞碎了 那防弹玻璃门 却纹丝不动 一点反应都没有 我们在外面的激动举动 丝毫没影响 里面的跛脚和口齿 我们眼睁睁的 看着两人手忙脚乱 拨光明飞刘南的衣服 跟着自己也很快脱光 跛脚把明飞刘南的铜体 抱到桌子上 刘南那金银如玉的身体 静静的展露在我们面前 在昏暗的灯光照射下 他浑身似乎有一层 洁白的光芒在闪动 高高耸起的胸膛 更是刺激的跛脚和口齿 发起狂来 两人几乎是同时 扑向玉石 用尽动物的本能 对明尸的玉体 进行了蹂躏 看着两人疯狂的动作 我和老曾都吓呆了 老曾难难道 有问题 肯定有问题 这不是正常人能干出来的事 就在口齿和跛脚操弄 明飞裸体的同时 我突然发现了 明飞的眼睛又睁开了 这一次 我看得很仔细 明飞漂亮的毛子缓缓睁开 看着跛脚和口齿 笨拙而丑态摆出的 吃弄着自己的身体 她脸色显出两抹淡淡的红韵 我惊讶不已 暗想 这明飞流难的阴灵 要真见到自己完美的身体 被这两个人如此作劣 又怎么会露出这种表情 难道明飞所谓的画上 已经提前来了 这时 跛脚和口齿上下挪动的身体 突然一致 我还没反应过来 就看到齐在明飞玉尸身上的跛脚 吐出一口鲜血 整个人就趴在了玉尸身上 而跪在玉尸身前的口齿 眼珠子一阵泛白 嘴里流出黑绿色的液体 整个人就僵在那里 整个人就僵在那里 片刻之后 口齿的身体也栽倒在玉尸身上 就这么死去了 各位听友 风水鬼师 作者冷残河 波音 丸子 我和老曾吓得魂飞魄散 连话都说不清楚了 差点一屁股坐在地上 这时 我突然发现明飞流南的头 朝我们这边扭了一下 他美艳的脸上 展露出一抹美丽至极的笑容 那笑容 简直能让世界上 任何一个男人沉醉 让任何一个男人为他疯狂 甚至为他去死都不在乎 流南漂亮的毛子 停留在我身上 朝我风情万种的看了一眼 我只觉得浑身燥热 一股热血直冲脑门 整个人都懵了 明飞玉尸推开 趴在身上的跛脚和口齿 在工作台上缓缓坐起来 然后扭头朝我们看了看 不知道为什么 玉尸的眼神跟我一对上 我浑身都要烧起来似的 一股热血冲上脑门 下冲丹田 体内几种力量 野兽一样撕扯 扯得我整个人都要碎了 昏黄灯光打在明飞玉尸身上 他血白晶莹的肌肤 犹如镀了一层金色 光芒在他身上 缓缓流动 他光洁的身体 犹如一尊完美的雕塑 明飞带的八门盾珠凤冠 已经被驱走 他柔滑的长发披散下来 遮住了高耸的胸部 整个身体以一副欲聚还迎的姿态 呈现在我们面前 我看到老曾趴在玻璃门上 恨不能把身体镶嵌进去 这样才能把明飞的身体 看得更加仔细 明飞玉尸就这么跟我们对视着 我体内的欲火越烧越致力 只恨不能立刻砸开阻隔我们的防弹玻璃门 就在我焦虑万分之间 我的手机突然响了 我本能的去掏电话 目光一挪开浴室 我整个人就如同泼了一身冰水一样 就冷静了下来 我看手机上来电号码非常陌生 就犹豫着这大半夜的 给我打电话的到底是什么人 我不知道是不是受了恐怖氛围的影响 我对这个陌生号码有了恐惧心理 迟疑着不敢去接 就好像电话另一头给我打电话的人 并不是人一样 老曾趴在玻璃门上 像一条老蛇一样扭来扭去 嘴里口水直流 眼里尽是贪婪的荧光 我吓坏了 想去拖老曾 老曾跟不认识我似的 屋子用身体撞防弹玻璃门 我一时拉不开老曾 就按下了接听键 空旷的存尸房里 顿时变得极为安静 安静到我只能听见 老曾嘴里发出的呵呵的喘气声 接通电话后 电话里传来的是嘈杂过电的声 我围围了好几声 另一头一直没反应 我吓坏了 以为手机信号问题 在黑暗中走来走去 电话里依旧只有嘈杂的声 始终没人说话 就在我疑惑不解的时候 电话无声无息的挂断 再看老曾 他趴在玻璃门上 不失以身体撞防弹门 撞得砰砰乱响 哈喇子留了老曾一身 再这样下去 就算玻璃门结实 老曾不能进去遭玉石祸害 光他撞击玻璃门的力度 就足以拆散他那身老骨头 我也顾不上那离奇电话了 从背后拖住老曾 把他往后拖 老曾的力气出奇的大 他挣扎两下 就从我怀里挣脱了 发疯一样拍打着防弹玻璃门 这时 令人震惊的一幕出现了 只见明飞玉石 一双牵牵玉腿 垂到地上 他整个人就站了起来 朝着玻璃门的方向 一步一步 缓缓地走过来 这时 玉石完整的身体 便暴露在我们面前 他光洁纤细的长腿 犹如采高桥一样 一直走到玻璃门边上 我感到老曾的眼睛 已经死死 粘在明飞身上 明飞把脸贴在玻璃门上 与老曾紧紧紧贴在一起 我看到 他脸色 展露出邪性而美艳的笑容 眼神里全是勾魂的笑容 老曾嘴里 呵呵怪声 越发剧烈 眼珠子一片赤红 冲血的厉害 我全慌了神啊 再这么下去 老曾可就活不成了 他都这个岁数了 很难能经得起这么折腾 可我又脱不开他 我发现 只要跟明飞眼神一对上 我的意识立刻就乱了 完全不能控制住自己 只要一摆脱玉石的眼神 我就变得轻松许多 对玉石的迷恋也没有那么可怕 我顿时就明白了各种技巧 我托不动老曾 可是把他头扭过来 还是能办到的 老曾睁眼睛不离玉石的身体 眼珠子在玉石下体 滴溜溜的乱转 就他这副形象啊 彻底打乱了 我对老曾儒雅学者的印象 心想啊 这玉石妖术真是祸害人 要不是这个陌生电话救了我 我现在肯定就跟老曾一个样子 想想就恶心了 我顾不了那么多 冲过去 双手抱住老曾的脑袋 用力一掰扯 老曾的头立刻就被扭偏了 他的目光终于脱离了玉石 我能冥想感觉到 老曾浑身一阵颤抖 瞬间出了一身冷汗 他抬头看了我一眼 眼珠里的冲血正在退去 看起来 神志清醒了不少 老曾见我这副样子 问道 小大师 你这是 我怕老曾回头又被玉石蛊惑 急忙拖着他往外跑 边跑边到 别问了 咱们出去再说 这房子里有古怪 你就跟着我走 千万别回头记住了吗 老曾 唯唯诺诺的答应了 我拖着他快速冲出了存石房 一路跑回我们自己的房间 繁琐死了房门才停下来 老曾一屁股坐在我床铺上 说道 破脚和口齿俩混小子 这俩人三十岁都不到 就把小命丢玉石身上了 还落下个坏名头 我没好气的说 老曾 你也没好哪去 要不是 你进不了玻璃门 你现在也跟他俩一样 横死在玉石身上了 老曾一惊就呆了 我把他被玉石勾引的经过 特别详细的描述了一遍 老曾完全吓住了 一个劲的狡辩说 他老曾活了六十年 这辈子女人见过不少 都是矜持有礼的 断然不会对一句百年老师 做出这么下贱出格的举动 还怀疑我是不是 被吓蒙了 思维出现了紊乱 我一听就怒了 骂道 不信呢 看你胸前衣服上的哈喇子 要不要去做个化验 看看是你的还是我的 老曾低头看到胸前 湿了一大块 跟跛脚当时情景一样 这脸上一下子就僵了 好半天 说不出话来 各位听友 风水鬼师 作者 冷残河 波音 丸子 更多精彩 有声书 搅养 还未常 有声 继续 梦 还未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